有没有懂 有懂吧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讲 我们练的是八卦拳 为什么它叫八卦 以八卦为名 为什么这几个动作能代表八卦 同样的两仪 为什么这个动作能代表两仪 是不是 为什么这个动作能代表两仪 两仪是肾 两仪是什么 两仪是阴阳 是以身体来讲 比方开合 这个也是属于两仪的 所以一个是阳仪 你开始动了 一个是阴仪肾向内壁 这个是肾往外开 所以用这个动作 用这两个动作 一个拳一个掌 在外形上面看 一个是拳 一个是掌 在内里来看 那个你的肾脏的部分 为什么它用肾脏呢 因为我们讲 肾是什么 肾是先天之气 就是开始分阴阳 是先天之气 这所在 它是人的先天根本 所以它来代表 那四相 你们练四相 为什么那四个动作 代表四相里面的 阳阳阳阳阴阴阴阳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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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 belief阳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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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 四项是什么 四项是在人体来讲 它对应的是什么 是四肢 这样不懂 四项对应的身体是四肢 两只手两只脚 为什么这四个动作 各别的可以代表四肢 你们有体会到吗 没有 四项我刚才讲的 也是四种力量的方向 比方阳阳是往上的 阴阴是往下的 阴阳是由下往上 阳阴是从上往下 是不是这样子 以四肢来讲 四肢来讲就是你的两手两脚的不同组合 两手两脚有什么样的基本组合呢 两只手两只脚 基本组合是什么 就是上下左右 以正的方向来讲 以肩膀为准 是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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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 腿呢 腿呢 腿是前 后 后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想想看 四项的那四个基本式 是不是这四个的组 组组组组合 这个是什么 这是羊羊羊吗 为什么它是羊羊羊羊羊 为什么用它来代表羊羊羊羊 啊 对 以力量来讲 这个力量是不是在四个里面 最最最最最往上的 是吗 以四肢来讲呢 它是什么样的组 组组组组组组组合 以手脚关系来 来讲 它还有它还有不同的组合哦 比方讲 同手同同同同同脚的 是不是 同手同脚的 跟 左手右脚 右手左脚 四肢还有 还有这种组 组组组合 所以你在里面 这是 这是什么组合 这是什么组组合 这是什么组组合 这留一点点功课 让 让你们自己去体会 所以练八卦拳 一定要懂这个 古人的心思 为什么这套拳的系统 那么我认为那么 那么 珍贵 我为什么我认为 别人去挫改它 去 去改动它 去 把它弄得面目全非 所以我为什么会生气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他们在破坏 他们在破坏一个很珍贵的传统的文化 他们在蔑视一些我们人类里面文化的一些智慧 因为自己看不懂 因为自己不了解 就把它去篡改 懂得吗 说这个是 这都是牵强附会 光我这样的图文讲解跟你们讲 你们不见得能够了解多少 但你们能够听出它的合理性 能够听出它这个称呼称为一个系统的一个结构吧 这个还是它的母 它底下发展出来的炮锤 巴掌拳 两一只树 四项拳 都是根据这个来的 都符合这个 所以它是一个八卦的 八卦拳 它是一个以八卦为根基的一个教学系统 它的重要是这个 所以你们在练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搞懂 不是我讲的这个搞懂 我讲的这个你要去搞懂以外 去把它记熟搞懂以外 你要在自己的练习当中去体会到这个 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用身体来演绎八卦 它是用身体来演绎太极两余四项八卦 来演绎这个系统 所以很多人讲八卦拳 八卦拳是从《易经》出来的 错了 错了 六十四卦的《易经》是根据八卦衍生出来的 一种应用 八卦拳也是根据八卦衍生出来的一种应用 它不是从《易经》出来的 它是从八卦出来的一种应用 所以为什么它绝对不是《易经》六十四卦的演变呢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我曾经讲过 《易经》是几个谣的变化 什么叫谣 就比方讲《易经》 比方讲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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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六个谣的变化 它是八卦叠八卦 两个八卦的像的变化 它是六个谣的变化 人的身体做不出来六个谣的变化 什么原因 人的身体的变化 姿态变化 只有四肢 人的所有的知识变化 都是四肢的变化 人如果没有了四肢 不会有姿态的变化 所以人的阴阳变化 只有四个谣 早期也有过四谣意 你晓得吗 你不晓得 早期 大概在汉朝吧 也有四谣意 所以八卦权的系统跟易经没有关系的 在结构上面来讲没有关系的 它是制成一个系统 用人体的知识来演绎八卦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工程 非常了不起的 用有形的肢体来演绎 无形的思维 这个是很困难的 六十四谣的演变还是在头脑里 里面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给你们去理解了以后 让你们去参 因为这一年我想把重点都摆在这边 让你们有 希望你们有确实的体会 对八卦这个系统 有确实的体会 因为现在练八卦的太多 太多 越来越杂乱 越来越多 而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越发扬 它越是那种杂草 有些东西是越发扬 越好 值得发扬 有些东西是越发扬 越糟糕 所以你对八卦这个系统 八卦权这个系统 没有这种认知跟了解的话 越发扬越糟 越发扬越糟 那人家杂草 杂草一大堆了 人家就认为杂草就是草 大家都一样 都是杂草 都一样 没有看到里面有兰花 看到兰花不认识 这是另外一种草 另外一种草 知道吗 文化里面这种现象很多 这种现象很多 那既然我知道这是兰花了 我知道这个东西的真会 当然就不舍得让他被这样子丢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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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根据 因为他没有根据 所以就大家都 大家都一样 没有对跟错 好的吗 所以我们讲对错是有根据的 你是根据这个东西来讲对跟错 如果别人说你这个根据不见得是对的 那就来讲讲看 这个东西是我可以发明的吗 还是我师父可以发明的 还是公保田 师爷可以发明的 都不行 这背后要有多大的智慧 有读过一点书的就知道 能够弄出这个东西的人来 背后的那个知识量是有多大 多深厚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它不是一种 不是单单的是一种技术 它是一种很深的 很难得的 很深的一种文化 那我们要学的 我们要学的也是 也是这个 所以你们回去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 当然你们也没有练 练得很勤 但是没有练之外 把这个东西搞懂 因为你的头脑的认知 对了以后 你去练就有效果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练 懂得吗 你头脑里面 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 没有一个认知 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 你去练它就乱了 你不知道怎么是对 怎么是错 所以就变成说 能把人打倒的 统统是对 懂得吗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武术里面 没有头脑的人说的话 那个一横一竖 那个没有头脑的人 那你去跟牛打 你打输了 那是不是牛 那是不是牛是对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能把武术这样看 真有人打 日本那个利道山是不是 利道山去跟牛打 是吧 那他把牛打倒了 他可以说他对 那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是不是 所以武术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对我这种人 因为我这种人 跟着师父 师父是等于说清朝人 这种下来的 我们头脑里面 有对中国的传统武术 有我们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图 一个 我们头脑里面的中国武术 传统武术是什么东西 我们有一个那种的认知 有一种那样子的认知 所以这种认知 跟现在后代比较年轻的 可能练武就看到那个圈子里面 那个比赛打斗 或者或者亚运的比赛 他们那个对着武术的认知 头脑里面的那个印象 意象 是跟我们的意象 是不一样的 这样不懂 所以没有办法谈 谈起来就会产生冲突 什么原因 因为你头脑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珍贵的东西 他们认为那个没有什么 你打打看 是这样 所以对武术的整个价值观 整个价值观就不一样 那你们搞懂这个了以后 你们多多少少会认知到 传统的武术是什么东西 好 喝喝水 你不用管这个 你就把它当成什么 它是 你就把它当成是八卦权的东西 东西 就行了 但是老师这个 好的地方是在 这个部位 就是说最近的东西 讲得很清楚 而且很明确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我刚才讲的 这个身体的内外 这个练法 怎么练 为什么要这样练 这个东西 到目前为止 就我知道 全世界没有 全世界没有 不管是理论还是计 理论或计计数 没有到这个深度的 所以说老师刚才讲的 那个 以八卦 就是 对 对 对 那接下来就是 它为什么 以八卦 那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些 八卦的对应 五行 这些东西 在以前 是一种常识 是不需要去解释的 懂得吗 这种符号 对以前的人来讲 起码我师父 他们以前的人来讲 是一种常识性的符号 不需要解释 当然 你让他们解释 他们也不见得解释得清楚 可是他们的认知里面 就非常清楚 知道吗 他知道你在讲什么 他知道那个相互的关系是什么 是他们本来就认定 合理 是在生活里面就存在的 一个东西 那现在因为这种符号 已经不是现代人认知的符号了 所以理解起来困难 一听到八卦 一听到五行 头都昏了 是不是这样子 那你去学数学 你是不是要认识符号 你学英文 你学一个语文 是不是要认识符号 你学音乐 是不是要认识符号 你学所有的东西 你都要认识里面的符号 你知道这个符号 是代表里面的什么东西 你才能开始学 那为什么学武术了 学中国传统东西了 你认为你不需要知道 你就能学 那太偏心了吧 是不是 所以现代人很 让我们很无奈的就是这样 它是双重标准 你知道吗 在学的时候 是双重标准 对学到中国东西 或者国术的东西 说你要马上让我会 让我懂 那你去学别的东西的时候 像你们学那个 一个动作 一堂课 几堂课都在学一个动作 是不是这样子 也没有人叫 叫吧 会有人叫 叫就走啊 是不是 你学柔道 那个摔法 你好几堂课 好几堂课 都在练那个摔法 练滚 是不是 练滚 护身 好几堂课都在练 练那个 一个摔 你要练 好几堂课 就练了一个 为什么你没叫 为什么大家认为 那样就合理 是不是 好 来 我们 好几堂课都在练乱 好几堂课都在练乱